北約正式授權 烏克蘭打擊俄羅斯本土 5月5日之後 F-16戰機將上場 哥倫比亞大學租清場 現極端分子家屬 南加大反哈馬斯 衝出一匹黑馬 拜登更新基礎設施保護令 對抗中共網攻 北京恐懼川普2.0 切特殊小組應對 時代州罕專訪 對中申證 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 5月2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欣 在一個圈囂的世界中 乾淨世界影視平台 為你呈現一系列 充滿正能量的影視作品 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選 不僅展現了正面的精神風貌 而且吻含了豐富的傳統價值 令你在放鬆觀賞的同時 亦能獲得心靈上的啟迪和靈感 標準訂閱每月只需6.99元 隨時享受高品質的觀影體驗 黃金訂閱每月9.99元 享有更多專屬內容和特權 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壞碼 SUND H O P E 即享受15%折扣 訂閱連結請見置頂留言訊息 加入乾淨世界影視平台 與家人一起享受 這個充滿正能量的娛樂新選擇 拉脫維亞外交部 5月1日放出重磅消息 烏克蘭已收到西方武器 並獲准打擊俄羅斯本土 而烏克蘭已接受美國援助 重磅武器對俄羅斯展開反擊 30日烏克蘭軍隊空襲了 克里米亞俄軍的3個空軍部隊 5月1日最新消息顯示 烏克蘭軍用美國伸援助的 戰術導彈襲擊俄軍軍營 令俄軍傷亡慘重 同時烏克蘭表示 5月5日後 F-16戰機將上戰場 而這個恐怕會更快地逆轉 俄烏戰況 令普京吃不消 請題報導 雅府的消息說 拉脫維亞外交部長在5月1日表示 烏克蘭已收到西方武器 北約國家授權烏克蘭使用武器攻擊俄羅斯領土 在5月1日 烏軍使用了最少3枚 美國最新援助的配備集速彈頭的 ATACMS陸軍戰術導彈 襲擊烏克蘭東部 盧鑑斯克州後方 100公里處的俄軍營區 短片顯示 3枚集速炸彈的威力不少 每一枚的覆蓋範圍 最少上萬平方米 而在一個星期前 烏軍曾經交叉使用 ATACMS常規彈頭和集速彈頭 摧毀了俄軍位於克里米亞 科爾機場的防空系統和導彈維修中心 而在4月30日 烏克蘭亦使用了美國援助的遠程導彈 襲擊了克里米亞3支俄羅斯防空部隊 報導說 俄軍南部軍區防空司令部 所在地的占科伊機場遭到襲擊 俄羅斯國防部位於 設以諾莫爾斯基和薩克斯基地區的 第31防空司的設施遭到襲擊 還有頓斯科耶村的軍事單位遭襲擊 據美聯社的報導 一直以來美國抵制向烏克蘭發送遠程導彈 因為擔心幾乎可能會用它攻擊俄羅斯本土 加劇做衝突 而上星期 白宮和五角大樓仔細研究之後 決定現在是時候提供遠程火力 在4月30日 五角大樓負責人奧斯丁在美國國防預算的聽證會上表示 美國將向烏克蘭提供盡可能多的ATA-CMS導彈 進行襲擊、收集克里米亞的防空系統和雷達信星 而這亦被視為摧毀克里米亞大樓造的預演 烏軍連續三天用ATA-CMS導彈 襲擊克里米亞俄軍目標 代表著這種導彈數量衝動 一方面能打擊防空系統 另一方面進一步消耗克里米亞俄軍的防空彈藥 軍情分析師菲利普·卡伯也認為 遠程ATA-CMS的交付是一個重大突破 可能已經令克里米亞對俄羅斯來說毫無軍事價值 因為克里米亞通過六海空三棲 為俄軍提供攻擊烏克蘭的服務 也是烏克蘭南部俄軍的重要後勤樞紐和軍事補給路線 美國援助ATA-CMS導彈 已經徹底令克里米亞失去了對俄羅斯的軍事價值 另外 有報告指出北約幾乎準備好向烏克蘭部署F-16戰鬥機 北約聲稱烏克蘭飛行員已經基本準備就緒 幾乎將將這些先進武器 存放在秘密的地下掩體中 而據媒體《烏克蘭聲音》報導說 5月1日烏克蘭發言人在節目中表示 烏克蘭將在東正教復活節之後 也在5月5日之後 在戰場使用F-16 這個比原定計劃提早了整整兩個多月 比很多人的估計早了大半年 而這樣會強大地推進烏克蘭在戰場優勢 日前 哥倫比亞大學傳出挺哈示威者佔領 漢美爾頓大樓的消息 而加州大學洛杉基分校校園內 甚至爆發挺哈示威者和反示威者之間的暴力衝突 不過南加大衝出一匹黑馬 帶頭開始反抗親哈馬斯的示威者 4月30日晚上 哥倫比亞大學校園發生暴亂 紐約警方出動幾百名警察進入校園 逮捕最少三百多名挺哈示威者 行動沒有造成任何人傷亡 不過其中發現 一半以上的人並不是校內師生 那是誰呢? 紐約市政廳向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表示 有證據表明 哥倫比亞大學校園的抗議者當中 就有一個已知恐怖分子的妻子 另外 每日郵報公布了 智庫機構獲得的情報分析 挺哈示威者的總部 從同哈馬斯和聖戰恐怖組織有關的慈善機構 獲得三百萬美元的資助 而隨著哥倫比亞大學反而騷亂越演越烈 加州大學的挺哈示威者 還出現了毆打一名堅持進入校園的猶太裔女生 五名暴徒為毆這名女學生 導致女學生昏迷 經醫院搶救現在已騷醒 騷醒之後 無法認識家人朋友 現在已脫離生命危險 在猶太女學生被打之後 南加州大學校園內出現親哈和反哈學生對此騷亂 雙方用木棍和雅力互相毆打 影片顯示 一些戴著面具的人在營地外圍投集金屬和木製物品 而令一些人用膠盒板和雨傘擋住碎片 雙方還爆發短暫的肢體衝突 騷亂發生幾個小時後 警方在5月1日抵達南加州大學 控制校園局勢 全美大學出現激烈的停蝦活動 逐漸演變成暴力 已引發全美社會的關注 亦有不少支持以色列的人 站出來反抗停蝦的示威者 南加州大學的猶太裔學生伊萊特維斯 她被親哈的學生拒絕進入學校 她勇敢地發表了演講 德維斯說 當這些停蝦馬斯的示威者 畏縮在面具的後面 隱藏自己的身份 與蝦馬斯結盟 在美國國內煽動恐怖主義的時候 美國人需要勇敢地站出來 聲援我們的猶太社區 學生與公民 向世界大聲宣布真理 向世界大聲宣告真理 她的演講引起強烈反響 在30日 特維斯接受了霍士新聞的採訪 她表示 阻止她進入教室的可能是學生 也可能不是 但是是支持哈馬斯的 那已經無關於言論自由 假設這次示威的 不是巴勒斯坦人 而是Ku Klux Klan 早就被鎮壓了 顯然 美國的大學 縱容了支持哈馬斯的人 散佈仇恨 散佈反猶言論 他們的所作所為 也是反對美國 特維斯應該是在美國出生的猶太人 他的父母擔心他的安全 因為有人找到他的宿舍 並留言威脅 霍士新聞的主持人也被他感動 希望他注意安全 除此之外 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校長 站出來將巴勒斯坦的旗扯下來 懸掛上美國國旗 這個時候可以聽到周圍的聲音 USA!USA! 而當親哈者 試圖再次將美國國旗扯下來的時候 一群學生站出來圍著國旗不讓他們碰 結果停下的學生對他們潑水扔石頭 但是這群年輕人依然扼立不動 網友《笑聲客》發帖說 只有左批瘋狂的校長和內約的校長 才會被學校的親巴哈示威者的解放區的帳篷 越搭越多、越搭越旺 觀眾朋友 你覺得壓制停下騷亂的蔓延的有效辦法是甚麼呢? 一是通過警察治理 二是更多正義的美國人團結地站出來 請大家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 美國多次時警 中共已經瞄準了美國的基礎設施 在戰時特殊時期 將會自機移動 癱瘓美國的基礎設施 4月30日拜登更新了基礎設施保護令 來保護美國能源和金融服務等關鍵基礎設施部門 免受中共網絡的攻擊 請聽報導 隨著美中關係持續緊張 中共網絡威脅警報不斷 美國意識到 中共對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 會構成嚴重威脅 白宮在說明書中寫到 新國家全球備忘錄 將啟動一項全面的工作 來保護美國的基礎設施 免受當前和未來的所有威脅和危害 據CNBC報導 一名高級政府官員在電話會議上表示 至2013年 奧巴馬政府發布的 美國關鍵基礎設施保護規定指令以來 威脅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 從反恐轉向戰略競爭 人工智能等技術進步 以及國家級惡意網絡活動 說明書中說 拜登政府宣布了 4,480億美元的兩黨基礎設施法資金 其中專門為基礎設施抗災能力提供了500億美元 拜登簽署的更新政策的重點是 聯邦機構在保護美國基礎設施的工作中 如何具體分工? 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多次警告國會議員和公眾 中共黑客對美國電網、水廠、交通系統等構成的威脅迫在眉睫 在1月份 他宣布FBI瓦解了一個名為 伏特台風的中共黑客組織 白宮說明書中說 拜登指示國土安全部和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一起領導整個政府的工作降低這類安全風險 國土安全部部長將每兩年負責向總統提交一份 關於這些風險工作的報告 新政策也指示 美國情報機構為交通、水和能源等基礎設施產業內 容易受到攻擊的私營部門所有者和營運商解密相關信息 今年美國大選川普勢頭正猛 而北京正密切關注川普重返白宮的可能性 並評估可能帶來的影響 北京擔心川普如果再次執政 將導致兩國的競爭對抗再度升溫 為中國發展帶來重大衝擊 請聽報導 據《華爾街日報》5月1日報導 中共高層認為 川普若在11月的美國大選中獲勝 勢必會加劇美中在貿易、科技和地緣政治等領域的摩擦 北京官員已經成立觀察小組 密切關注川普陣營的動態 並著手準備應對方案 據報導 川普在任內對中共採取強硬政策 發動貿易戰、對中國企業實施制裁 並在台灣問題上 開始首先挑戰中共的底線 儘管拜登政府也延續了部分對中強硬政策 但拜登也試圖緩和中美關係的緊張替勢 這樣令北京鬆了一口氣 但如果川普捲土重來 可能會重新研點美中之間的戰火 北京擔心 川普將進一步制裁中國企業 限制中國獲取先進技術 甚至開啟新一輪加征關稅的貿易戰 報導中說 為了因應川普可能帶來的挑戰 中共正在積極部署 採取一系列防範措施 包括密切關注美國選舉動態 評估它潛在的影響 加強與美國商界聯繫 以確保對華投資穩定 同時也拓展與中東等地區的先進技術合作 以防範美國可能實施的科技出口管制 此外 北京也警惕川普和俄羅斯走近的可能性 避免中俄聯盟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 美國時代周刊近日在海湖莊園採訪了川普 記者埃里克·科特·萊薩 是以如果他贏了為封面 刊登了這次的專訪 川普討論了他第二個任期的議程 其中包括 俄逐幾百萬非法移民 改善美國公務員制度 他還討論了自己對其他問題的看法 包括墮胎、犯罪、貿易、烏克蘭、以色列 以及這次選舉中發生政治暴力的可能性 其中川普就說到他會對中共怎樣做 川普曾經公開表示 一旦當選會對所有入口商品徵收10%的關稅 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超過60%的關稅 而他這次提到 將在美國周圍建造貿易保護圈 除了以前所說的之外 還要徵收護衛稅 川普說他會讓大家知道 中共的威脅是什麼 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